有这么一把武器 它的出现呢 成功的把之前的版本之子短剑给几下生坛 而这把枪呢 就是新出武器冲锋枪MAC-110 这把枪呢 除了机动性以外 其他手机都强于短剑 而且最主要就是 它有着120的高射速 使它在中进局的队枪中 也不怕那些当前赛系的版本主流武器 而且呢 这把枪呢最高弹的量为53发 不同一短剑就有屈膝的40发 所以呢 这也导致它一跃成为了当前赛系的版本之子 成功的把短剑给替代下来 而这个呢 是我MAC全国版枪典型配件 仅供参考 而这局呢 我们也是中途加入 失败不畏控台位分 嘿嘿嘿嘿 所以呢 我们这开局直接速攻 哎对了 为了说好此次测评呢 我也是赶出了MAC的大马士革 赶就完了 赶就完了 OK啊 回正题 开局呢 我们接能够上两个投资 OK啊 发现一个一花墙 也是成功带走 此时呢 又闻到了 对面的胡扯尾一个四花年照 也是成功带走 也是嘎嘎的猛 既然可以看出 这个MAC也是嘎嘎的猫 此时 我又闻到一个刺鼻味道 也是发现他人也是成功带走 这简直不得不说呀 这MAC简直太鸟了 可谓是嘎嘎的猛 嘎嘎的强 此时呢 我也是闻到了一股 很严重的角气 而且呢 这股角气里面 还带着一股酸菜汪啊 我呢 也是直接守住态度 认其前向 也是成功的把 这个人的脚气尾成功去除 所以还在什么 还不赶快练MAC